大家正月初一 今天是真的过年了 你好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过年 这个习俗才一百多年 在此之前 几千年我们是怎么过的 先说这个日子 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跟谁有关系呢 跟这个袁世凯孙中山有关系 因为他这个为了这个跟这个封建 所谓跟这个后来的新兴的时代 这个产生了一个决裂 就把这个立法变为西方的这个杨历 也去把中国自古的这个元旦 叫1月1号杨历 那后来呢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群臣呢 就反响 不行啊 中国这很多东西 真正的真东西好东西 不行 然后他就要恢复 恢复说是 中国最起码四大节吧 叫春节夏节秋节冬节 春节就是当然正月初一 那个夏节是端午秋节是中秋冬节就是冬至 那袁世凯他只同意了这个春节 所以说这个 所谓过去的四大节 这个当然其中有个清明啊 他没有冬至 也叫四大节 这种说法 那不管是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春节 那所以说 他改哪个 他改不了这个 这个这个老百姓这个这个民意 大家都这么过 你再怎么样 也不能听你 虽然说你是天子 那他就没办法 他就恢复这个春节 正月初一 实际上啊 这个 我们说了 为什么前面讲那么多课 说中国现在中国人 就不知道怎么好了 可以过四个年 四天都是 都是年 那自古呢 真正最讲究的 应该是春节 是这个历春 那后期呢 就是说 改为正月初一啊 他也有他的原因 主要是这个农事 因为中国这个自古是 重农一商嘛 反正是农业 老百姓最实在的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有农业 第一个 所以说工商啊 什么什么都排在后 那叫奇迹饮巧 但是现在我们就鼓励工业商业 大过年呢 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正月初一 实际上这个 他也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日子肯定不会变 但是这个正月 立这个正月 他一直在变 自古从我们最早的下朝 是这个正月 对吧 建立后来商朝定为十二月初一 那很奇怪 周朝他又改成十一月 就是建的 我这个一年的正月 我说从这个十一月开始 后来秦又变成十月 就反正一直在变 你可见啊 他这个中国这个自古 这个天朝 他一上位登基 他首先就要修正术 立正术 一服饰 就老百姓我们 这个日常用的一些风俗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立法 天文立法 改这个 你该怎么过 代表我这个朝代我来过 对吧 我这个 这就是新冠上三马虎 我要说了算 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之后呢 又经历了很多 到汉朝 我们又归到这个正月初一 也就是说 这个 严正立法 又把下朝的价力恢复 那当然后期王莽 他又 又想改到十二月初一 我是新来的皇帝 他 但老百姓都不同意 他很麻烦 他什么都 到他这都不行 然后 后期呢 这个三国也有提前 后来南朝 不同意 这个这个 他又恢复 以至于说南北 过两四年 不一样 后来那个 他五多天 他又改为十一月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